第一千九百六十几 叶晨 店主 夏若雪和叶灵天来到叶晨身边 那个人性男子无比缥缈 浩如天渊的身影 也深深震撼了他们的心灵 幸好有此人出现 总算是斩杀了玄机 我们回去吧 叶晨舒出一口气 和玄机此战 她总算感受到上界的强大 玄机月女皇身边的一个近视 就拥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上界到底有多少高手 可想而知 我的前世和玄机月有多少恩怨 叶晨心里默默地想着 可惜天机迷茫 她也感应不到什么 叶灵天走了过来 凝重道 店主我们接下去该如何 叶晨眸子微眯 本来想先去那座深渊 见一见血龙 但血龙既然能脱困 应该回来找我 夜下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不妨先去一趟崇光之地吧 而同一时刻 九天神龙殿那座深渊之中 血龙眼眸睁开 吞噬了最后一块此前剩下的玉外魔龙的身躯 昂起头颅 看向上空的尽致 折天 我们也该离开了 折天魔地 目光扫了一眼那玉外魔龙的骨骸 开口道 以你的实力 吞噬这头 在远古时代就被困在此处的玉外魔龙 倒是有些不可思议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血龙浑身血盲微微闪动 回答道 现在 我吞噬了那头玉外魔龙 得到了一部分记忆 我也分不清自己是怎么样的存在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拼尽全力 守护那个来自江城的少年 折天魔地点点头 刚想说什么 突然 他那幽暗冰冷的毛子微缩 快步来到了 那盘卧在地面的无数锁链 那是囚见那头魔龙的锁链 域外魔龙只剩下骨骸 那锁链自然在深渊中堆在一起 宛如一座山巒 怎么了 血龙感觉到不对劲 问道 折天魔地没有回答 而是右手一握 一股狂暴的魔气汇聚 幻化成一双巨手 巨手硬生生地将锁链放在了另外一侧 露出了一天 充斥着壁画和无数符文的山壁 遮天魔地双手扶在身后 眉头微皱 对血龙道 这地方你之前看到过吗 血龙凝视着山壁摇摇头 此前这里就被锁链 以及域外魔龙的身躯遮蔽 我一直没有发现 这上面壁画的内容有问题 遮天魔地 毛子微眯 双手扶在身后 不是这壁画的问题 而是这些符文 很熟悉 我在域外待了一阵 这些符文是域外的文字 并且蕴含着空间之力 如果我没猜错 这壁面山壁背后还有东西 甚至藏着那个时代的秘密 血龙似乎明白了什么 那既然这些符文 有着某种空间之力 难道是那域外魔龙布置下的 他为什么不借此离开呢 遮天魔地走了几步 伸出手 触碰到那满是符文的山壁 阵阵空间直播在荡漾 足足数秒他才开口 如果我没猜错 这魔龙当初降临这里 就是因为这东西 只可惜 他想穿越此处的时候 被神国强者永久镇压 锁链束缚 禁止威压 让他永生永世留在这里 再想跨越此地 根本不可能 至于这背后有什么 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 魔地祭出一个珠子 珠子泛着滚滚魔气 下一瞬 竟然在墙底中 产生了一道虚空之门 没有人知道 虚空之门背后是什么 魔地一步踏出 走 说不定 我们还能发现 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预感到接下去 会很有意思 血龙看了一眼苍穹 最后没有丝毫犹豫 钻入其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晨带着叶灵天和夏若雪 返回崇光藏地 这一战 叶晨收获巨大 和玄机这种高手战斗 他的体质血脉 得到了巨大的锻炼 轮回血脉的力量 愈发醇厚强横 而赤尘神脉和灵风神脉 在激烈的战斗后 也大大加强了 还有颜背 吸收了部分轮回星焰的能量 变得更为强大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能为他所战 甚至可能彻底 觉醒颜背的神脉 夏若雪的收获同样丰厚 现在的他 彻底炼化了轮回星焰 修为可谓是突飞猛进 接住着轮回星焰的力量 他的综合战斗力 绝对不容小觑 空间涌动 到了晚上 三人终于回到了崇光藏地 叶辰 这里是什么地方 夏若雪看着眼前连绵的山巒 无穷的锐气 顿时一阵惊讶 他感受到在这个地方 似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气息 比玄机还要可怕许多 这地方埋葬着一位神帝 今晚我慢慢跟你说 叶辰摸了摸夏若雪的头发 玩耳笑道 电竹 我先退下了 叶灵天也很识趣 抱拳行了一礼 旋即转身离去 叶辰微微点头 当即挽着夏若雪的手 回到住处 空间静谧 夏若雪靠在叶辰的肩膀上 享受着这段时间 不曾享受的宁静 叶辰 我有些时候在想 如果当初我不为你家族 去江城创业 是不是就不会遇见你了 叶辰微微一震 看了一眼身旁的夏若雪 那晶莹剔透的雪姬玉夫 再加上勾魂射破的眼眸 浮若白雪 朱唇一点 眼前的女子 与几年前相比更美了 甚至美得惊心动魄 傻瓜 就算你不去江城 我们还是会见面的 命运是很奇妙的东西 让我们相遇 让我们相知 就算命运 以惑着天来阻挠我们 我也会踏碎苍穹 来到你面前 听到这番话 夏若雪焦躯一正 抬起头 那如星辰的眼眸对视 下一刻 一个转身便坐在夜晨的身上 御守更是轻轻地 将夜晨推到了边缘 躺下 红唇吻下 灵活而有湿润之感包裹 夜晨 我想去华夏看看 夜晨呼吸沉重 她想起了华夏的那块轮回悬碑 永老的分身还没有调查清楚 但她隐约觉得 就是那个云湖山庄 导火线的小女孩 如果再过些日子 还没有消息 那她就亲自去一趟 若雪 抬一神国天魔之事 不知道如何了 等夜家的事情处理完 我便去一趟 姐说那天魔 你和我去一趟华夏好不好 这是夜晨的打算 夏若雪美眸流苏 好 随后 夏若雪御守在夜晨身上流动 更是渐渐地退去了夜晨的外衣 那充满魅力和诱人的声音 在夜晨的耳边打转 夜晨 我想要 下一刻 夜晨身子一转 两个人身份对调 沉重的声音 缓缓响起 交融 充斥 无限美好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在交融之际 夏若雪的轮回星宴 绽放出了璀璨的光 仿佛将整个世界照亮 而夏若雪的修为竟然在攀升 几个小时后 夜晨睁开眼眸 看着身旁那美如画的玉曲 夏若雪嘴角挂着甜甜的笑容 尽是满足 夜晨很清楚 这可能是这段时间 下若雪熟睡最久的一次 他站起身 穿上衣服 眼眸的温情化为坚毅 夜晨目光凝炼 并没有沉醉在温柔香里 他很清楚 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只有不断修炼 疯狂修炼 才能战胜强敌 逆天改命 他寻了一块僻静的山林 迎着照下阳光 默默地盘膝而坐 随后夜晨掏出了一颗果子 一丝丝轻悠悠的灵气 潮水本弥漫出来 还有狂暴的地威气息 从果子上缓缓散发 这颗果子正是神帝清果 此前 他闯入崇光幕府 摘到了这颗果子 还没有炼化 就感知到雪龙出世 现在大战结束 天道宫狠狠挫败 旋即被杀 终于有了片刻安宁 可以炼化 神帝清果了 夜晨镇定心神 当即一口一口吃掉了神帝清果 这神帝清果没有果核 完全是神帝灵力滋养出来的灵物 满腾腾的都是灵气 夜晨一吃下去 顿时就感觉到 四肢百骸一片舒畅 轻蒙蒙的灵力 不断地在他经脉里流转着 他当即微微闭上眼睛 运转内功 炼化着体内的灵力 磅礴的灵力灌入他的丹田 顿时夜晨整个人都绽放出了浩瀚的青芒 以偷偷锐寿 天龙凤凰 白虎仙狐 兽鹿飞鸟等等 营绕着他奔腾不息 浩瀚的气象 照耀千秋万古 他甚至发现自己的境界 在向着混沌镜冲击 现在的他几乎算是一只脚 踏入了混沌镜 只可惜 在将要突破混沌镜之时 那周围的灵力彻底消失 夜晨眼神有些凝重 难道突破混沌镜出事了 就在这时 灵天剑神无比虚弱的声音响起 你的混沌镜有些特殊 仿佛有着某种限制 如果是一般人 这神地倾国 足以让他跨越到混沌三层天 而对你来说 似乎冥冥之中 有着某种极其诡异的限制 夜晨一喜 灵天前辈 您还没有消散 灵天剑神淡淡地 扫了一眼夜晨 虽然还未消散 但也差不多了 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了